在高速运转的都会生活中,现代人面对工作压力和不规律的作息,常使的饮食不均衡。 为了维持健康,很多人会选择吃保健品,如维生素B群,维生素C,鱼油等。 然而,营养师彭一山提醒,保健品只能辅助健康,并不是万能药。 他也分享了吃保健品的六大地雷,劝请大家在补充营养时必须小心以免伤身。 彭一山提醒消费者注意吃保健品六大地雷。 一,不要取代日常营养,均衡的饮食是健康的根基,保健品只是付助,不能替代每日的正餐。 二,不要搭配茶,咖啡食用,服用保健品最好配合清水,因为茶或咖啡可能会干扰其吸收。 三,不可取代药物功能,保健品仅为预防,若身体出现异常,应尽速就医,切勿自行调整用药。 四,不要随意听信他人推荐,每个人的身体需求都不相同。 在选择保健品时,应详细了解自己的需求而非盲目跟随他人。 五,特定疾病限制使用,有些药物和保健品可能会相互干扰。 例如,吃抗生素时避免益生菌,吃阿斯匹零食不宜再吃鱼油。 六,适量不过量,超出健一量的保健品并不意味着效果更好,反而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。 彭一山最后呼吁,选择保健品前最好能咨询医师。 要是或营养师的意见,才能确保健康,同时也避免不必要的伤身风险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,按赞,分享。